他吸一口氣然後慢慢的吹 拿起一氧化碳檢測儀慢慢吐氣 測得素質在6ppm以下 確認短時間內沒有吸食尼古丁反應 搭配尿液檢測也呈現陰性 醫師現場宣布陳先生戒菸成功 不只本人有成就感 家人甚至比戒菸者還開心 戒這個菸啊 真的就是你愛老婆愛小孩的一個行動 因為這個才是最真正的愛老婆愛小孩 也是他們最希望的是這樣子 謝謝 好啊陳太太 你的先生跟你說的這句 有這麼有感情的話 有什麼感想啊 老公我愛你 夫妻倆在鏡頭前公開示愛 因為戒菸過程實在不容易 60歲的陳先生 從14歲就開始吸菸 因為車禍傷到肺 嘗試過戒菸失敗 後來在家人鼓勵下 參與國建署和董事基金會 舉辦的戒菸就贏比賽 成為30萬獎金的準得主 戒菸就贏比賽的持續進行 能夠讓我們的社會大眾們 能夠持續的能夠重視到 菸害對於我們人生的危害 你有吸菸的人 你罹患COVID-19 導致住院的風險 大概會比不吸菸的人 會增加1.8倍 那如果你每天吸菸的這個支數 超過一包 那你因為住院導致死亡的風險 會比不吸菸者增加6.1倍 比賽獎金只是誘因 更重要的是戒菸好處多 不只能遠離慢性病 還可以減少感染新冠肺炎重症風險 也能因此拉近和家人的距離 何樂不為 記者 邱世民 特別報道